2024年,一部名为《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的电视剧横空出世,凭借其独特的剧情和出色的演员表现,成为了观众们热议的焦点。 这部剧虽然在上星播出时并未引起太大的关注,但随着剧情的深入和演员们的出色表现,它的热度逐渐攀升,最终在大结局时断层拿下热度第一。 让人惊叹不已,《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讲述了一个充满现实主义和都市背景的故事,主讲亲情,不专注甜蜜罗曼事。 这样的设定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观看门槛,导致首播成绩并不出彩,甚至排在了榜单末尾。 大命运就是这么神奇,谁能想到这竟然是一部低开高走的剧呢? 在这部剧中,杨超越饰演的陈若华角色备受关注,陈若华是一个敏感又勇敢的女孩,她的命运多舛,令人心深怜悯。 在剧中,她面临着种种困境,包括母爱的压迫和自我价值的追求。 她曾试图在令人窒息的母爱中寻求自由,但又甘愿坠入深渊,她的表演深入人心,令人动容。 杨超越在剧中的表现受到了观众们的一致好评。 她的演技得到了认可,而陈若华这个角色也成为了她演艺生涯中的代表作之一。 在大结局中,陈若华的潇洒跑路新娘形象让人印象深刻,她的肆意让人心安。 通过这部剧,杨超越展现了自己的演技实力,成功逆转了此前实力差劲的分屏。 除了杨超越之外,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中其他角色也相继得到了应有的掌声。 陈安心是另一个备受关注的角色,她由钟楚希饰演。 陈安心是一个逆分中生存的女孩,她凭借自己的舞蹈天赋最终成就了一番事业。 钟楚希与安心的人生阅历感悟高度重合,她不仅能够完美应对安心所需要的舞种,还能自己发挥妆容上的精妙之处。 在特效制作的背景下,她带着甲只演完了整部戏。 让观众们疑惑,截之后的状态为何如此真实? 她的努力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坚韧不拔的女孩形象。 楚希娟是剧中的另一个亮点角色,由王宁饰演。 楚希娟是一个利落分手的女性形象。 她不受指指点点的裹挟,独立自主,人物形象丰满。 王宁凭借着打破常规的情妇形象成为了全网关注的话题人物,不够曼妙的身材。 略显沧桑的面庞以及小人得知的眼神都成为了楚希娟这个角色的独特魅力所在。 她的结局也印证了她是自己人生的最大参与者,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女性独立自主的形象。 秦芬是剧中的男主角之一,由宋扬饰演。 秦芬的命运充满了悲剧色彩。 她原本遇到了安心这个好女孩,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珍惜。 她的懦弱本性暴露无遗,出轨,婚姻破裂,被母亲禁锢等等不幸接踵而至。 宋扬成功地演绎了秦芬的放纵与无奈形象,成为荧幕上的渣男代表之一。 她的演技也因此得到了观众们的认可和赞扬。 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的成功逆袭并非偶然。 从剧情的深度和演员的表现来看,这部剧具备了成为爆款的潜质。 观众们对这部剧的评价非常高,甚至有人表示这是他们开年看过的最好看的剧集之一。 随着剧情的发展和演员们的出色表现,这部剧的热度逐渐攀升,最终在大结局时断层拿下热度第一的成绩。 这部剧的成功逆袭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要剧情深入人心,演员表现出色。 即使首播成绩不佳也能逆袭成为爆款。 感谢观看